在地人看台湾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今天呢 志平要跟您探讨这个农业话题 其实呢 我曾经幻想过 如果有一天 我成为这个计划的主角 也就是说成为这个舞台上面 一颗亮眼的明星的时候 我会不会没有办法承受 他带给我的这么大的轰动呢 我说这么严重 也许你很想要来听听看 志平接下来到底要介绍的是什么 好 志平先跟您来说一下 我们现在人就在高雄市政府 我们要为您来专访 高雄市的副市长蔡富敬 副市长您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早 大家高早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 跟刚刚我开场的时候 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行农计划 我觉得全世界 全台湾讲这个计划 应该就要来访问您了 因为这个计划真的是您 从头到尾 在幕后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所以我想先请副市长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行农计划 大家想说行农 行男 这个就是很漂亮的农夫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我想农业一般人的观念就是 是一个夕阳产业 是一个老化的产业 是一个没有看到未来的产业 所以说要用什么能够吸引一些年轻人 厌日返乡 尤其是从容 返乡有两种 一种是当老板 但一种就是接续 就是说他爸爸或者他祖父 一些产业 在做从容的 那所以说在101年 县市合并了以后 然后我希望把我们的农业 变成是一个有梦想 有宴景的一个产业 人活着就有梦想 人做什么事情就有一个宴景 他才愿意回来 共同参与这一份的工作 所以说在101年 我们率全国至先 提出了第一届的南湾农业 我永远记得 那两天报名的人数 将近差不多1300位左右 那两天 那当初提出南湾农业论坛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只有 已经设定两年一次 报名那么多的人数 人数参加的很 高农市本地的 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六十 外地的差不多百分之四十 而且这个1300的人左右 几乎也是在台湾农业的论坛里面 或者是有农业的一些政策演说里面 可能人数最多的 那么在隔年 102年我想为了跟农委会 因为一般的年轻农民 我们要返湾农业都会接受农委会的一些 比如农改厂的一些 农业技术的栽培 那我们为了不要让资源重复浪费 政府的资源是有限 然后我们为了不要让高雄的在地 年轻农民 然后资源重复浪费在 农委栽培技术上面 所以说我们提出了行农培训班 行农培训班 那么第一次行农培训班 我们设定 就是说这个班在开 就是第一班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40位来 40位的名额 结果我们报名的人 蛮多的啦 蛮多的 就是说强迫头 强迫头 真的是强迫头 然后透过行农培训班 我们教导的 我们只教生财 不教生产 生产农委会在农改厂里面 研议事员所里面 本身就有在教 如果我在教他生产的 那是不是农物浪费 他要的不只是生产 他要的是二级的加工 或者三级的行销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切入 我们的课程 我们很务实的 我们找了一些 有实际 就是说成功经验的一些业者 包括我们的摄影 包括我们的资料管理 包括我们的一些企划 这些有成功经验的业者 来实地很务实地去 跟我们的一些形容上课 结果大家获益良多 不得不让我们就说 那好 我们是不是班级在增加 班级在增加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形容 到去年为止 我们已经培训了 550位 很不简单的 不是550位漂亮 是我流龙比例是92% 受信过后还继续在重了这几年当中 留下来的有达到92% 而且告诉主持人 告诉各位听众朋友 高雄形容的赔信 我们是不付钱给形容的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一般来讲 有些人说 一个月给你一些三万块 一万八的生活费 但是我们不付钱给他 难道他们要付钱吗 不用 因为这个课程是我们的 我们希望把一些资源 用在对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用在对 第二届的软農论论坛的时候 报名的人数已经增加到2600位 两天 2600位 那也就是说 这证明我的形容培训论论论 跟我软農论论坛政策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 曾经有一些形容告 跟大家在座谈的时候 他说 他们要的 不是你给我多少钱 他们要的是说 你政府可以不可以 让我看到我的厌警在哪里 不然的话 我牺牲到我的年轻 年轻生病 你政府都没办法 把我说带到一个 我的厌警在哪里的时候 你说我怎么去相信 你政府你要做什么 那当这些农夫对您 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 你能给我什么的时候 请问 那个时候您对他说什么 我跟他讲 我会找 一业结合 今天来从事新农培训论 不是只有农民 我会找加工业者 我会找销售业者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日本所称的六产整合 六产整合 六产整合 一级的 一级就是说我们初级 就是说物龙 二级是加工 一级是生产 二级加工 三级是行销 我把这三业 一业一业 把他集合起来 我上完去说 我要行农培计班 需要有这些人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保留 结果我的入取率是 百分之三十左右 比大学年考还难 还难 那接着下来 结果这一些的话 我们发现到 一业结合里面 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一帮水水帮雨 一帮水水帮雨 生产者 他不懂得行销 但是你是我的朋友 他会帮忙你行销 你的东西可以卖出去 生产者有一些格外品 我没有加工厂 他有加工厂 我帮你加工 我们怎么会再分账 那后面我成立一个 叫行农大联盟 这个行农大联盟 里面的所有的产品 都是这一些行农朋友们 经过 就是说有一级的生产者 的农产品 有二级的加工品 还有三级行销的包装 大家及时广义 上这个行农大联盟 把一业 做一个彻底的整合 打国际战 打组织战 打群体战 没有错 所以说这一群人是高雄 一个很有潜力的 一个后备部队 重点是说 这一群年轻人 他本来就是身在农村 长在农村 现在在外面工作 又回到我的农村 这有很多重的意义 第一个 自己的家长看到 自己的小孩子回来了 高不高兴 高兴 自己的家长如果联老的时候 旁边陪伴的是 自己的小孩子 还有他的孙子 高不高兴 更高兴 对 那所以说 有这一群人注入的时候 他又可以带一些年轻的 一些他们的好朋友 带回到我们的农村去种田 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受到 我们农村 比较活泼化 台湾是小龙的国家 台湾也不是一个大龙国家 小龙的国家的小龙的一经一万字的治理 有一定的小龙治理的模式 不能一直老是讲说 我们的量不大不够竞争 那这样子的话就放弃小龙 不行 因为他的土地就是受限这样子 你台湾的土地也不可能租给他们 对不对 那他永远都要当小龙 那不是政府应该要的吧 我们一方面鼓励年轻人返乡重农 一方面提供年轻人走入农村的同事 应该要协助他们 你既然知道他们是小龙 你应该针对小龙的弱点强化他们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 是有一个目标性的 只要你愿意跟着大家我们走 因为你们这一群朋友就是行农大联盟 以后人家打不倒你们 那行农大联盟这个构想 这五个字要聚在一起 当初你们是怎么激荡出这个名词来 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 行农大联盟这个名词 其实是当然啦 就是有人想出来嘛 就是我们就是MBA 或者怎样有一个大联盟嘛 就这个概念而已嘛 他们本身就形容嘛 我们要用很简单的口语 让人家认识你而已嘛 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形容 如果大家都说 做实的就是欧个败 还减无钱就贪 每天这样 手这样都很欧的 大家女孩子都不碰出 都不想嫁给他 年轻人怎么敢去做了 所以我才会弄一个叫形容 包括他头发的整书 包括衣服的穿着 包括色眼的技巧 包括出去的谈赌 对对 包括他的穿着 你要有品味啊 不只是我的产品好 有品味啊 我人也要有品味 所以说他今天之时 去走入科技界 走入到一些 一些食品展 走入到一些 加工区 在推销的时候 形容这两个字 让人家 眼睛为之一亮 不一样 以前做些人是黑黑的 现在做些人是白白的 对不对 所以说先改变 先改变这个名称 让我的这些好朋友 年轻的好朋友 回来的时候 他们有自信 有自信才能做事情 没有自信 他就会没办法做事情 所以说我们先建立他的自信 然后让他去接触不同的产业 让他跟人家一比 原来我做就这么好 各位听众 今天志平终于了解了 其实我们管 这个漂亮的人 就是说长得帅的人 为什么你可以长得这么帅 长得这么漂亮 其实源自于 他的内心是有自信 对 而现在呢 塞副寺长告诉我们 他就把这个观念 植入到行农计划里面 他等于把每一个 回乡来发展 或者真的是想要为农业 贡献一份心力的年轻人 告诉他你有什么理由 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就在自信 而且是对土地的爱 对 好 这个副寺长 我们要请您先休息一下 但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我们要请您告诉我们 更多有关于行农的故事 好 谢谢 所以当家人第二次又知道 你被判刑 对 那个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直接叫你滚出去 你那时候刚开始中措的时候 你有曾经想要回学校吗 我回去过两次 是当那时候我的国中班导 他在我的联络簿上面写说 请你不要来学校影响其他同学 然后就是从那一次 我看完那段话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了 我刚进去是绝望 我觉得人生这辈子没有用了 我觉得我像个垃圾一样 我自己就我个人 我觉得把一个孩子打入18层地狱 还不如让他能够知道 他错在哪里 这些内容相信您曾经感动过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老师老师为什么 节目将在6月30号画下句点 欢迎听有跟宛如 喊带生风老师 重温这半年来播出的点滴 当然 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带老师 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 6月30号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到8点 开放call in 大陆东北华北的听友请播 01010800886 0063 华中华南的听友请播 01010800186 0063 台湾听友也可以播打 0800880699 节目微信WeChat账号是 Good Morning底线台湾 如果当天无法打电话进来 欢迎事前来信寄到电子信箱 teacher at rti.org.tw 还有打开脸书或微博锁定 宛如粉丝团 6月30号晚间就能收看录音室直播画面哦 别忘了让我们最后一次面对面聊聊 谢谢老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今天的志平来到了高雄市政府 为您专访高雄市的副市长蔡富敬 请蔡富市长告诉我们 其实啊 行农计划 那是在之前 她在当农业局长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很棒很棒的一个投入 可是我们现在来看 刚刚志平一开场的时候告诉大家 我很想要去当这个 看起来很漂亮的行男 但是我们叫行农 我是感觉我可能没搞这个主题 但是我相信我只要报名了这个入门培训班 我应该可以有所得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在这样一个挤破头的报名 然后他们学到了这么多的一个技能 不但这个我们说生产 他不学没有关系 但是他后面的这个加工跟行销 甚至说六级产业 他们都非常非常投入 而且学到了窍门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这当中一定有一两个 您特别感觉到印象深刻的个案 好不好 告诉我们这些故事 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入 我想我们高雄行农 来自不同的一个家庭 他原来的工作也不同 所以说我们家有不同的一个工作 来自不同的工作 那也有国手 也有自行车的国手 也有野球的国手 也有冲浪的 所以说零零种种 也有科技 当到科技厂长的 那这些零零种种 我觉得我们形容很可爱的一点 他们意志力很强 意志力很强 这点是我要学习的 他们那个创作力跟意志力很强 其中我先挤一个例子 高雄有一个叫园仪牧场 园仪牧场它本身立言 它本身是台大的寿司 材料寿司 然后它本身在科技厂工作 他的家里面本身是养雞场 那他后面就是回来返乡 就是想接替他爸爸的产业养雞 但是他本身又爱好 就是在台北又是一个相当爱好冲浪的 都到海边啊 就吴斯港那边有一些地方都去冲浪 他也认识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本来是航空公司服务 就你说是不是近男美女 绝对是近男美女 那他一回来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的观念 我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 很多的观念他跟他的爸爸都会争执 那有争执的同时总是要起了一个妥协 那最后他就这大家的先的过程当中 他回去呢 他就告诉他 不然我给你租啦 我自己经营嘛 比如说你有四个养鸡场 我给你租一个嘛 你看你一个月 你一年要多少钱嘛 我养什么 我怎么养你不要怪我 你不要管我 我失败我还是钱给你嘛 因为他喜欢说我养的鸡 所以很自由自在的 我们讲的就很安详的冲浪鸡 冲浪的人就是很有活力 很愿意接受挑战 那你的如果是你的空间 挤满的都是鸡 当然就不行啦 怎么会有一个活力 大家都挤破了 对不对 他就跟他爸爸说 他爸爸说 好了你那时候我就给你租你 我就给他开 开 开说一年要收拾他 他这个年轻人也给我鼓起 好 我给你租开 就租开了 他在养他两个夫妻 结果他充男朋友 有啊 也是住在北部啊 要他们他们来找他玩 一看到 我能不能一起来 下来跟你一起养鸡 结果也下来了 也下来了 变成跟他夫妻总共三个 对不对 也下来跟他一起养鸡 然后一场这样三个人合作 还做得还算顺利啦 起先还没有交往 就只说我在卖鸡这样子 算顺利 跟着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一些市集 再跟着我们跑 神龙市集再跟着我们跑 卖得不错啊 年轻人就有想法 他就把它分 变成小包装 卖得不错 他觉得一个场 不过就回机又跟他爸爸讲 我能不能再租你一个场 他爸爸想 你这个高兴儿子 你一定有贪心 我就给你休息 再给你去买一下 可以吗 人家也是好啊 结果又第二个 就是他的朋友 一个本来一个充鸡 又另外一个又回来了 又来找他 所以三个充浪者 加上他老婆 现在管理那个机场 不只是这样 他现在把那鸡啊 养鸡场变成一个 加工食品场 然后也有店面 他的店面呢 现在不只是在卖 他自己的产品 也是在卖我们 新农的产品 也有包香肠啊 还有一些加工食品啊 上升汁啊 什么都有 都在当店面卖 也就是说我一个店面 我可以分享给我 十几个我的新农好朋友 我两个店面就有分享 同样的 一个做义和包香肠的香化 他爸他是大树人 他利用在地的大树 去做一个义和包香肠 跟义和包酒量 义和包酒 还有就是做那些义和包 义和包的一些果酱 他也在去租了一个店面 这一点店面 他也把那利盐的三百合 其他也在他的店面去卖 对不对 相辅相成 另外我们的爱斯冰激凌 现在凡有名的 现在已经到新加坡 要到马来西亚 在台北的光复路那里也有 爱斯冰激凌 也是我们的形容 他把所有你们这些人的一些 比较 人家讲的外表 比较不好看的格外品 全部拿来这种加工 柠檬冰 荔枝冰 凤梨冰 什么冰 芒果冰 什么都弄起来 他变成了爱斯冰激凌的三品店 他现在已经有六七家店了 所以说林林中 我要讲的这个就是说 年轻人就是一股创造力跟活力 年轻人可以改变我们的农村 年轻人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那如果是说我今天这个形容 我这个农民站在我的店里面 在卖我的三品的时候 人家看进去的就像大家讲 哇 怎么那么帅 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农民的时候 他自然的一个消费能力 人家接受度很高以外 好 他们定期有一个出销 我就真正的带着朵立在这里 卖我的稻米 为什么不行 所以副主席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我一般的消费者 他在接受到这样讯息的时候 他会不会心里面有一个想法 我今天如果来买了 形容计划里面的产品 我就是跟得上流行 我就对着流行 我是一个时尚的消费者 我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应该这么讲 形容是一个品牌 形容大人面它是一个品牌 它是一个不被打倒的品牌 也就是它是一个经过 很多个年轻农民这些形容 他用心去经营他的商品 所制造出来的安全的品牌 今天消费者他来的话 不只是老中少 你只要进入我的商品 可以保证就安全 年轻人可以看到的是说 我们可以面对面去接触 自己的农民怎么讲出的话 还有他的一些术语 有些是我一般的年轻农民写不到的 这就好奇嘛 所以说为什么 形容跟这些年轻农民 跟我的一日农互相搭配 费林是以前是一个广告设计者 加入大树变成一个农村媳妇的时候 如果说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广告设计者 加入农村的时候 我又放弃我的广告设计工作 回到我的农村里面 每天去采凤 那请问一下 他的印象在哪里 我们鼓励他 结果他现在做田园响 全国跑 帮消费者 你要什么 比如说你要当同学会 好 你要议定到凤梨田里面 我帮你找 所有里面的 同学会里面的食材都在地食材 你像我们的一些种蜜藻的 胡静城 他的同学会几乎都是在 他的藻植园里面办 现在不只是他的同学会在藻植园办 连一些婚礼都在藻植园办 这叫做额外的一个后裔 另外你看 我们养养的 养家镇 他也是一样 以前养养老一辈的时候 我只要娶鸢鸢 但是他可以把旁边的一些塑造起来 鸢中就是有芒果树 你在这里和我的鸢肉 吃我的鸢肉 你就是芒果树吃 你要办活动办什么也可以 郑震勋 他都是这样子 从以前他不敢讲话 结果我的行动偏心班 现在朗朗上口 还可以跟我们的总统报告 他的心路历程 我看到这群年轻人的成长 我觉得很高兴 说实在我们可以大声讲一句话 成吉市场 他前面的心血没有摆回 各位群众 今天的志平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高雄市政府 我们看到了高雄市政府的副市长 蔡富敬 他为我们介绍了行农计划 而从他口中所说出来的每一个故事 志平都觉得眼泪快要夺旷而出 因为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拜访他们 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今天蔡富市长为我们起了一个头 那之后我们还会有一系列 有关于行农计划的专访 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 跟随着志平和蔡富市长的脚步 我们一起去拜访这些行农 让他们来看一看 让他们来诉说 他们自己生命中最感动的故事 我很抱歉我打个查 我们为了行农 我们策划了已经27了 每三个月有一本叫行农记刊 我希望说我们所有的行农朋友 都能够在记刊里 呈现他最好的一篇 那目前为止 已经出版了十万册 所以说在我们不会中断 我们会继续去 我们在全国有450个据点 我们都会放我们行农记刊的那 我们大家希望 大家爱我的行农 爱大家的行农 我先大声说一下 我爱行农 我们要谢谢蔡富市长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